G 大家好我是 West Walker 又到了玩玩具的时候啦 今天要分享的是 Marvel Select Blade 刀锋战士人偶 如果你常看这个频道的话 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漫威的刀锋战士这个角色 主要原因是童年时期受到 威斯利·斯奈普主演的三部电影七应 也一直要到了第二集上映之后 才发现原来他也是属于漫威 那时候台湾还翻译成惊奇漫画的超级英雄 虽然我从小就很喜欢刀锋战士 但整个童年时期 却一直没有玩过任何刀锋战士的玩具人偶 直到去年我终于入了收藏人偶的这个大坑 尤其主要收藏的还是孩子堡的Marvel Legends系列 我心里就想说我的收藏里面 一定至少要有刀锋战士这个角色 但却发现孩子堡接手Marvel Legends之后 只有推出过这一只刀锋 他的整体造型都很不错 那就败在可动性非常悲剧 那最近孩子堡也发表了全新的刀锋战士 虽然除了他的头雕之外 看起来都是沿用各种不同的旧素体所组成 但绝对跟上一个版本比起来升级的幅度相当大 让我非常期待 不过由于现阶段没有任何其他Marvel Legends刀锋战士人偶 我也开始向外寻找其他品牌 发现这几年还真的没有几间公司有推出过刀锋战士 虽然有找到绝版的Metzko版本 但他那昂贵的价格让我迟迟无法下手 所以我非常开心Diamond Select Toys 推出了这个全新的漫画版刀锋战士人偶 价格非常接近孩子堡Marvel Legends 配件的部分更是给的不手软 影片正式开始之前 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平常都是分享电影跟影集的观后感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右上角连接收看 而目前我也有开启频道会员的功能 如果这支影片看到最后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也可以加入会员哦 先来快速看一下他的包装吧 正面可以看到人偶跟他全部的配件 左边有人偶的照片 背面给我们看到完整的人偶照片 还有另外一个头雕 整体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包装 左下角有刀锋战士的简介 想看的话可以暂停这个画面 接下来就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刀锋战士的细节吧 哇距离开箱到拍摄这支影片 我大概已经把玩它一个多月了 它是属于那种看第一眼好像觉得还好 但越看越帅的人偶 头雕的部分非常赞 墨镜是直接雕刻上去的 墨镜也不只是涂上黑色而已 镜片的部分是有做出不同的上色处理 是用比较容易反光的颜料 大家会希望人偶的眼镜或是墨镜能够拆下来 还是像这样雕刻在头雕上面呢 我自己是比较偏向于可拆式的 但刀锋战士这个角色 我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带上墨镜的 所以他们直接把墨镜雕刻在头上 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 它还有另外一颗头雕 是张开吸血鬼尖牙比较凶狠的表情 这颗头雕的品质一样很不错 身体的部分是穿这种金属质感的装甲背心 我没有看过太多刀锋战士的漫画 所以不确定这个特定的造型 有没有出现过在某个版本的漫画里面 但这个的确是从 那个自从真人电影版上映之后 受到电影影响的造型 在涂装方面像这些是扣环的部分 都有做上色的处理 腰带的部分也有满满的装备 而且都有上色 抱歉 手机忘记关心 这个蓝色的东西让我想到 刀锋战士第一集里面 那个让吸血鬼肿胀的血清 再来看到手臂这边 有很多酷炫的刺青图案 护甲上装有银装 这个是可以拆下来的 帅 腿部的造型有做出裤子皱褶的感觉 然后这些扣环一样有做上色处理 靴子的部分也很酷 鞋底的纹路也没有偷懒 它整体的造型其实蛮有重量感的 比较不像是伸手矫健的武术高手 更像是那种不多说废话 只用一招或是一发子弹 强而有力的解决敌人的狠角色 感觉新电影也会是这个方向 再来看一下配件 刚才已经看过第二颗头雕了 那这个刀锋战士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跟孩子堡特种部队人偶一样 有超多武器配件 而且都可以装在身上 它有招牌的长剑 可以装上去 还有它的灰转飞镖 装在后面这边 还有刚才有看到的两个营装 再来是这个井棍结合营装的武器 可以插入到这边 还有一把我不知道是有什么砖有名词的短大刀 可以放在它右脚这边 那它还有两把枪 可以放在它的枪套上面 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枪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 那把两把枪 装上去 再加上这个零件 就变成了一把长枪 不过没有拳头跟其他手型真的非常可惜 因为虽然它有一堆武器 所以是给握住物品的手型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它给另外一堆一模一样的手型 就让我浮法理解 还有它插销这边其实蛮 其实蛮细小脆弱的 所以在把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再来是可动性的部分 我听说过Marvel Select的人偶 在可动性方面的限制比较多 我这边就来看看 首先看到它四肢都是单孔关节设计 所以弯曲就只能到这边 还有这种单关节常见的关节处旋转 二头肌的部分也可以做旋转 但是如果平举的话就很不理想了 如果平举的话就很不理想了 正这样 身體的部分橫隔膜移動的幅度是這樣 往前 往後到這邊 腰部是可以做旋轉的 但會被腰帶稍微限制住 雙腳的部分往前可以到這邊 往後到這邊 劈腿的話蠻厲害的 可以這樣 可以做這個飛踢的姿勢 他膝蓋單孔關節可以彎曲到這個程度 靴子的部分也可以做旋轉 他的腳 他的腳往後 跟往前 可以稍微做一些旋轉 他的大腿也有做旋轉的設計 剛才忘記提到了 像刀鋒戰士這種動作靈活的武打角色 他手跟腳都沒有雙關節 肩膀也沒有蝴蝶關節 他就真的只能站著耍褲而已 雖然這麼說 他的可動性還是比我想像中的好很多 只是不太能完全展現刀鋒戰士這個角色的特色 接下來就純屬好玩跟其他人偶擺在一起做尺寸的比較 先來看Marvel Legends的刀鋒戰士 跟SAH Figure Arts的80光年 再來是中級美國隊長 跟Renew Your Vault蜘蛛人 由於Marvel Select不是六寸人偶 所以可以看到不太能跟Marvel Legends擺在一起把玩 所以他就比較適合跑來DC的宇宙來玩 來看到他跟真人電影版的藍甲蟲 還有紅頭罩 這個藍甲蟲大概是近期讓我最感到驚喜的賣法藍人偶 也許在電影上映之後 我會為他做一支詳細的影片分享 整體來說 如果你喜歡刀鋒戰士 絕對不能錯過這個人偶 他是我入手的第一隻Marvel Select 除了可動性無法還原角色的特色之外 大致上來說沒有失望 給好給滿的配件更是物超所值 但是由於尺寸的關係 未來我可能還是不會收太多他們的系列 除非有帥到翻掉的角色 最後我給這個刀鋒戰士 十顆星 謝謝各位的收看 除了玩具人偶的分享之外 我也有分享很多影視作品的觀後感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點擊點接收看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按讚 熱愛我的影片的話請按訂閱 也別忘記可以加入頻道的會員 這樣未來我可能才會有更多玩具的分享 最後你也可以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看到更多我拍攝人偶的照片 但如果你以上全部都不想做的話也沒有關係 還是非常感謝你看完這支影片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拍照